警车是警察办案离不开的交通工具 但只要是汽车都有一定的使用年限 警车也不例外 也有报废的一天 另外 还由于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为了配合警察更高效的办案效率 有些警车虽然完好 但不得不面临淘汰的下场 那么这些退役的警车怎么处理呢 一般来说 警车如果使用到一定年限 那么就会选择直接报废 因为警车的使用频率 相对于一般的民用车要高很多 而且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的不一 也会导致车辆受损加快 再加上大大小小的维修 等到了使用年限 一般都已经不能再用了 再者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采购警车时都会选择价格较低 性能较好的低端品牌 这样更换报废起来 也不是那么的心疼 可以说省了不少开销 当然 土豪国家除外 比如迪拜 那么警车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在国外有些地方 警车是可以拍卖的 像在美国 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位警长在2010年11月 追逐偷车贼时 不幸被盗贼开枪打死 他是那个县城70年来 第一名因公殉职的警官 他的愈害震惊了当地社区 州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庄严的葬礼 并且把他使用过的警车公开拍卖 最终这辆价值12500美元的到期警车 以6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可以说这样的拍卖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我觉得 如果把退役警车买回来进行使用 由于警车的工作强度大 对日后的行车安全还是没有一定的保障 所以想要购买退役的警车 如果没有特殊的意义 还需谨慎